好,我們禮拜一講了一個問題 請大家去研究一下 什麼是角速度啊? 那個我們在課上算沒有解答了吧? 角速度沒有解釋啊,還沒有解釋角速解釋 我今天講說是切... 切線跟法線 嗯哼,我們那樣才... 那個角速都沒有解釋 我們那天講的切線加速度,其實我們講法線加速度 知道什麼切線加速度嗎? 什麼切線加速度? 就是... 摧之於... 切線 切線 對 就是就... 支角的加速度啊 我這個支點,我向這邊移動 以這個速度移動 好,切線加速度是哪一種? 看不懂 這樣子 沒有,首先你先畫一顆圓 我不用畫圓,不畫圓 我就告訴你這樣子 就是有個支點在空中運動了 我告訴你,換一個指甲 換一個指甲 換一個指甲 OK 他現在收了一個切線加速度 請問我現在問你切線加速度 方向什麼 那個可以直得跟它一樣嗎? 就是長度跟它一樣 什麼? 可以知道它的長度嗎? 長度直到它這樣不換 不是 往上畫,然後畫一下 往上畫一個這個長度的 嗯 怎麼樣? 扔起來 扔起來 扔起來應該了吧 這樣扔起來 嗯 好 怎麼樣 全線出現了 OK 沒有 不好意思 這不提切線 來 切線加速在哪裡? 那個是 有穿過中間的點吧 穿過哪個點? 中間那個點嗎? 我們在挑釁這個東西的加速度 一定是講這個指點 這個指點一定是講這個指點本身 所以這個一定是從線觸發 不管哪個方向 從這個指點觸發 來 切線加速多少 怎麼畫 我說切線加速方向 我們看有年長大橋 因為 我也不知道大橋多少 我是講說它會有所謂的切線 比較加速方向 切線加速在哪個方向? 跟它同方向 這個叫做切線 那っぱ線呢? 吹一條 吹一條 這就是防線 塵在那邊 塵在這邊 我們不知道 這個切線跟法線 簡單來講看 假設這是一個圓柯運動 我跟你講這個指點 的速度是哪個方向 那個指點的方向 我這個指點這個圓中運動 它的軌跡是這個樣子 在這個點上這個瞬間 它的運動方向向哪邊 朝切線方向 朝切線方向 那沒有理由 簡單來講 在我們小學國中的時候 我拿個球 繞繞繞繞繞 突然間身子斷掉 飛出去 它用哪個方向飛出去 切線方向飛出去嘛 對不對 有印象嗎 有做過嗎 OK好 它用的切線飛出去 所以說在這個瞬間 在這個瞬間 它的運動方向是切線方向 所以我現在告訴你 它的切線加速度會是哪一邊 就跟它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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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任何一個物體 我跟你講說 它運到一個切線加速度 就跟它切線加速 在哪邊 就跟它同方向 好了 同樣道理 它遇到一個法線加速 但是遇到一個法線加速 一定有 因為它轉彎對不對 軌跡轉彎了 有90度 90度往哪裡 抽下來 往下沒有抽好 往下一個加速度 這叫做法線加速 法線一定是水平的方向 我們講法線加很多次嘛 這個平面上 這個東西要滑下來 要滑下來 要滑下來 它稍微有速度滑下來 好 這時候它 有稍微摩擦力 摩擦力的時候 跟法向 跟正向力有關 正向力不是法線方向的力 法線方向力在哪裡 垂直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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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做正向力嘛 一般叫Normal Force Normal Force 這條線叫做Normal Line Normal Line 就是法線 所以法線加速跟線線加速沒有問題嗎 沒有 沒有問題吧 反正它就是法線方向 對 法線方向的條線 對 所以你要知道切線指的是什麼意思啊 你知道嗎 切線指的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在空中整整個一個點 它只要有運動 我都可以跟你講說 請問切線加速在哪個方向 對不對 我只要知道它的運動方向的時候 我是不是可以知道 我現在可以講說它所謂的切線加速度 切線加速再往哪邊 往它的運動方向 所以 我現在講是跟你講說 好了 這個東西 它所謂的加速度往這邊 好 請問一下 它的切線加速度多大 切線加速度多大 就畫分力 畫什麼 畫分力 畫分力 對 這是比較分力 分加速度 把加速度切成分散掉 把加速度按到這個方向 就把這邊當成x這個當成y 這樣才小 對不對 對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a呢 切成兩個方向 這個方向的分向量 跟這個方向的分向量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問你 我們收了一個a的加速度 請問把線加速度多大 哪一段 白色全都全都同色 不是 速度喔 這速度 速度不管它 紅色那一段 紅色的哪一段 平行它 平行它 別在它上面 這叫什麼 這叫什麼 我剛剛問的是把線 這是切線沒有錯 把線是這段 你剛剛是切線的 你剛剛是切線的 你剛剛換切線的 好 這不管 剛剛我們可以看剩線 這是切線 這是把線沒有問題 所以它收了一個加速度 我們就可以把它加速 切開成兩個加速度來看 這樣懂的意思嗎 好 在任何一個時間點 這個東西有速度 我看到它有速度 我看到它收到一個加速度 我講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要舉手嗎 有問題要想一下 我就可以把這速度拆開成 對這個支點來講 拆開成 切線加速度跟法線加速度 這樣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舉 那切線怎麼拆 切線就是 沿著這個方向的 隨便不是指甲嗎 這個方向就是切線 對不對 對 這槌子的話 這個方向就是法線 所以我們的預期 這個東西 白色的這個速度 它的感光是移動的 它現在收到一個A的加速度 它的運動軌跡會怎麼改變 想想看 我不懂 那個哪裡 你中間那個直點 你的直點 它的刻板要補久了 你的對應哪個點 不是圓心吧 不是圓心 這邊呢 P點 P點或Q P點是原來的位置 Q點後來問一下 我覺得會不會 OK 對 是這樣 沒有問題就問 那直點 我們現在討論都是直點 Q 現在它的圓心 是劃出來的 P我簡單這樣子 圓心不重要 我現在這樣子移動 這不見得需要是個正元 但是假設是個圓周運動的話 我們哪個也知道 這邊的圓心 但是假設運動軌跡是怎樣 運動軌跡是這樣子 在這個瞬間 你可以想像中 它事實上也是個圓周運動 在這個瞬間 它也是個圓周運動 只是它的圓心在那裡 我們不知道 那你回去算 我們等一下會討論到 然後你去算它 但是你可以想像 它在這個瞬間 只是在做個圓周運動 它在任何一個瞬間 在做圓周運動 在做任何瞬間 在做圓周運動 像在這邊 它圓周運動 原因會在哪裡 上面 會在上面沒有痛 你朝90度的方向上走 它很像這個方向 真的沒問題 所以 事實上這個區間運動 它在做圓周運動 你每個點去思考 它每個點只要轉彎 它你有反向的差速度 反向現在已經對到圓形 所以它已經按照圓形 在做小幅度的圓周運動 懂的意思嗎 這是可以去思考一下 所以回到這個問題是 我這個指點 我現在按照V的速度在運動 我現在受了一個 紅色的加速在作用 我可以把它切開成 切線加速度跟法線加速度 可以 對 切線加速度 把法線加速度 換成這樣 是有多瘦一個 多瘦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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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從這邊看到 因為力已經跟加速度方向相同 所以它這邊有瘦的力 它已經受這個力的作用 好 那力的大小跟 力的大小我們現在不知道 只是說一定有瘦的方向 在作用它 沒有錯 它會有切線加速度 是因為 它中間的那個 那個 對 為什麼它會有切線加速度 因為我們在討論 拋物線運 拋射運動的時候 我們知道 只要是垂直方向的時候 它彼此的加速度 跟速度可以把它切開成兩邊在討論 懂嗎 那它本來只有那個 白色的那個速度 只有白色的速度 對 那它的前線 它就不會有切線加速度 跟法線加速度 它就沒有加速度 如果只有這個 它就等速度運動 一直等速度運動 一直過去 就直線運動 對啊 可是你 嗯 當我收了一個力 它就產生加速 紅色的加速產生了 紅色的加速產生之後呢 你可以沿著這個速度方向 把它切開來看 切開成兩邊 為什麼要把它切開成兩邊 在我們討論拋射運動的時候 就可以知道 切開成垂直角度的時候 就知道說 彼此的加速度 跟彼此的速度 可以分開計算 是不是 我們就討論過這樣子 XXY軸 沒有 我從那拋射的時候 我的水平速度 會不會受這邊的加速度影響 沒有 我的水平速度會不會受重力的影響 為什麼不會啊 不會嘛 垂直方向都不受影響 所以我們要正常的時間 把它拆開成 切線跟法線有這個意思 這邊的加速度 會不會對這個速度產生影響 不會 這邊的加速度 會不會對這個產生影響 會啊 會 所以你可以這樣把它切開成 兩個軌度來討論 所以你從下面 然後會這樣 這邊 這個加速度會影響到這個速度啊 哦 對吧 那這個速度 會不會改變這個速度 這個加速度 會不會改變這個速度 不會 不會 那是90度的關係 對不對 所以這個法線 加速度不會影響到速度大橋 不會改變 所以我們習慣上 在我們 自己叫做 我們在討論問題是 好 問題要簡化 先把問題簡化 簡化成最簡單的問題 那最簡單的問題就是 一維的嘛 對不對 從一維的運動是對 從國中開始討論的 所以到高中我們要討論到二維 到大學要討論到N維 恩維就很多啦 就不知道 那就看 什麼時候會有N維 想像都沒有啊 但事實上是 事實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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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對 這個叫想像中 想像中 想像中 想像中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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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 為什麼 直接這樣 計算 因為我們後來 把 力矩也是當一個維度 B矩 B矩 B矩的轉動 也是一個維度 那是為了方便計算 是為了方便計算 對 就把它當一個維度 那其實 你不能說虛構 它就是真實存在 它真實存在 所以那就不能說想像得到了 你只要足夠 你就會想像到 對 所以足夠才想像得到 對嘛 你剛剛那個 好 算了 好 所以 所以我現在 其實我現在講了 你現在做一個骨牌 這東西只是說 當你實在是 我在做那個運動的時候呢 它受到加速度的時候 你就可以按照把它加速度 拆開成兩邊 怎麼拆 很簡單 就是切線跟滑線 就是垂直跟明明 對 就這樣 你把它拆開成垂直跟明明之後 就可以去計算了 那 必要的時候呢 你還拆開成三軸 對不對 X Y Z 三軸 這是我們到大學初期 會想成三軸 對 對 對 好 那我問你們 我剛剛問的問題 還沒有解答過 這個白色的運動 運動方向 它受了一個紅色的加速度的時候呢 我們把它拆開成 切線加速跟髮線加速度 裙下這白色的運動 這個支點 它的運動會怎麼改變 它會往斜上方 往斜上方 往這邊改變 對 是不是 往斜上方 是 感覺上是往斜上方 好 好 那如果再精確一點講呢 切線方向會讓它的這個速度變快 對 髮線呢 會讓它轉換 對 好 就只有這兩個作用 OK 好 這樣的話它比較要 它會繞這邊的圓心轉 那個直點 真的 沒有錯 你運瞬間 你 瞬間 其實它 這個瞬間它運動方向這邊 它繞個點就會在這個方向 就在髮線方向 繞個點就在髮線方向 下一瞬間它跑這裡的時候呢 你看 我這邊的切線在這裡 所以它可能是到我這個方向會轉 那下一瞬間在圓心跑這裡 這是對的 圓心也會轉 有沒有方向轉 隨時現在圓心改變 一直在改變 好 我們回來 這是做從斜線到圓周運動 做個簡單的鋪排 圓周運動的時候 討論到第一個是腳速度 上禮拜誰問的 腳速度上禮拜誰問的 上禮拜誰問的 這是什麼 還是你問的 不是吧 腳速度 是不是字節問的 還有 腳速度不是你問的 是 是 腳速度是什麼意思 給你們三件的時間回去找 腳速度有沒有人回去找 沒有 沒有人回去找 唉 怎麼辦 怎麼辦 你有沒有問的 同學 如果問問題的有 同學 遇習 遇習 上課 複習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叫寫作業 作業其實就是 我們可能在課堂上討論 一些問題 這就是作業 作業一定要想像 好不好 這樣你才學得快 作業都不做 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學得快 學得快 學得好 也不定在學得快 學得好 學得紮實 作業很重要 因為作業是幫助你試探 有個幫助你試探 好的 問一下 什麼叫腳速度 腳的速度 阿伯 什麼叫做腳的速度 如果你把腳交出去 阿伯 我們有三角線 三角線的東西 有兩個腳 一定跟那兩個腳 用腳來測量速度 平方針的 開根套的平方 OK 等一下我給你一個獎 什麼叫平方針的 開根套的平方 趙宗謝謝你 OK 先換邊講 來 誰講 誰舉掌 我知道 他說 他 那個運動 某一個時間 中間他 改變的 角度 OK 的那個速度 OK 那個速度改變量 什麼叫做速度改變量 就是變化量 就是 那個 你給他兩個時間點 那這兩個時間點 箱子就會有他的時間改變 時間的改變 時間改變 第二秒 第一秒到第二秒 就是一個 然後這時候 他的 那個Delta速度 就是他的 假速度 什麼叫Delta速度 就是他速度的改變 速度 可是我們剛才講的是 角速度 角速度 就是 好 指頭 好耶 對齁 指頭 一段時間 那個角度 變化了 OK 可以了 一個單個時間 成一個角度變化量 你看喔 這個東西 從那個點 對 假設他就靠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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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原因在轉 假設他靠這個原因在轉 他現在的瞬間 到這裡來了 經過了一個Delta t的時間 他轉了一個角度 我們可以說這個角度 Delta t大嗎 OK 好 可以打 那請問 角速度 角速度的代表叫Omega 是誰注意誰 誰注意誰 誰注意誰 那個是Omega嗎 Omega Omega 都長這個樣子吧 Omega長這個樣子好不好 大血的Omega 大血的Omega 好 時間注意角度 沒有沒有沒有 時間注意角度 角度注意時間 就是時間的 時間的變化 在下面 就是速度 就是角度的變化 除上時間的變化 就是角速度 OK 簡單來講 就是單位時間的 角度變化量 我們講速度的時候 怎麼講速度 速度怎麼講 角位時間的距離變化量 單位時間的距離變化 或單位時間的位置變化 應該是距離變化 那時間不是有變化嗎 有啊 所以你除掉的就變單位時間了 兩位的時間 你除掉就變單位時間了 對不對 我買10個蘋果 花了200塊錢 你把它除下去 只有其他在算口 一個單位蘋果 一個單位蘋果的價錢 叫單價 我把這個角度除上 死一堆時間之後 就是說 每一個單位蘋果的價錢 我的腳步 我知道了 除有分配的意思 這個除馬 除馬就是分配 把分配下去 所以假設我問你 我晃了0.1秒 角度改變了30度 多少 很快 我的腳速度多少 300 300什麼單位 300 度 100 度 這樣不是單位喔 單位不是300嗎 角速度單位不是300 度C 時間分之度 我可以拿鞋子K你嗎 我知道 時間分之度 每秒3度 時間分之度 你算對的3度嗎 你傻 你怎麼算個每秒3度 每秒0.1秒 300 300 是不是 我們想一下 知道我們在講什麼嗎 300 300 你知道我們在講什麼嗎 0.1秒 現在在說什麼你知道嗎 每秒300度 每秒300度 這是正確的說法 用中文 用中文 同學 用中文正確的說法就是 每秒300度 因為他的腳速度 好 那懂的意思嗎 那懂的意思嗎 正確的說法就是 每秒300度 實際上我們在講的東西 講的話 你講這些話 會進來你的腦袋 因為非常重要 它會影響到你的思考 所以你要講正確的術語 正確的說法 你慢慢就訓練成 有科學的思維 這是一種過程 正因我加分 可以啊 我其實沒加過耶 我沒有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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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真的加那個 我們不是說 變一組加分嗎 對啊 沒有說一組加分啊 沒有口序 上禮拜講的 有角色 講出來的話 加一點 有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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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提醒我 欸 好 不是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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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加一點 好 還會加料點的 欸 我說真的啊 反正我沒有位子回去了 回來了嗎 回來了嗎 好 OK 在小數後知道意思嗎 小數後知道意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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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現在知道小數後的 所以我把小數後寫下來 我們看一下 等於 Delta D分之Delta 就是D 但是其實我習慣上 這個D我用進度量 不用小度量 好 進度量跟角度量有什麼不一樣 呃 一個是角度計 一個是弧度計 OK 角度計跟弧度計有什麼不一樣 好耶 有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變兩個問題 一個是用 一個是用這個 呼倉去看啊 一個是用角度去看啊 好 所以一周 一個圓周 角度的話是幾度 360 那弧度呢 二拍 二拍 懂什麼意思嗎 二拍 二拍 沒有上過嗎 沒有上過嗎 沒有上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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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學回來 沒關係 你沒有學過 我沒有 同學 沒有學過 我們現在學 沒有學過就現在學 他是一個變化一個概念 180度 一個拍 一個圓周 就是二拍 一個圓周 就是二拍 然後我們把半徑公報 半徑是唯一的 知道了 知道了 他是一個半徑唯一的圓 所以他就 一個圓周 做長多少 二拍啊 對不對 對 所以你所推的浮長 這個浮長 是多少 所以360部分的心跳 對 是二拍 乘上360分 就是地藍 然後這就是地藍的話 欸 啊為什麼沒有R R是一樣 R是1 但只有圓 裡面 你不管那個圓 你看我再畫它有圓 也是一樣 對不對 你R圓掉之後 你R的關係沒有關係 你只看這個浮長 這個浮長的 這個浮長跟這個浮長的比例 就是有關係 對 角度跟腳跟半徑有關係 對 所以要把半徑異掉之後 考慮一下 這個角度會輕 好像是 這樣懂的意思嗎 奇怪 有概念嗎 有感覺嗎 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我再想一下 想一下 假設這是我們用它具體的角度來看 假設這是30度 那這個圓虎溫是多少 假設這個半徑是1 我 半徑是1 圓虎溫是多少 12分之4 6分之5 圓虎溫是多少 6分之5 想一下嘛 6分之5 12分之4 我知道 重點不是這樣你回答嗎 該回答沒有回答 我都一直問啊 我 你一直回答沒有用啊 這個圓周多長 中間 圓周 圓周 我的半徑是1 2分 B 我還不確定知道 你用這個意思嗎 我還在想 是不是我可以回答 他不是回答 我真的回答 總之這三有問題 二三有問題 怎麼來的 知道嗎 圓周長 你不知道這怎麼叫 譬如說 這是一個圓 半徑是R 直徑是R 圓周多長 B 我已經曉得數學了 我一直不懂 為什麼是直徑可當圓周 不是半徑可當圓周律 不是半徑可當圓周律 圓周律 你看圓周律 律是什麼意思 不是啦 低律 不是不是 律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數字 數律 不是數律 教律 律這個意思是Ratio 英文叫Ratio Ratio就是個筆直的意思 筆直 筆直 是筆直 那誰跟誰的筆直 筆 誰跟誰的筆直 誰跟誰的筆直 那誰跟誰的筆直 圓周律是誰跟誰的筆直 圓周 圓周跟誰的筆直 圓周跟直徑的筆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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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徑是多少 直徑是二派 不是 直徑是二R 二R 是不是 沒錯 所以我把它拍直上去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圓周 二R拍 台灣 었어요 二R拍 沒有搞錯 圓周る 拍是圓周四 圓周 就是圓周 圓周跟直徑的筆直 什麼 圓周跟直徑的筆直 所以我知道任何一個圓的直徑的時候 我就知道沒有人會知道它的圓周 因為那筆子是固定的 那筆子又是拍 有沒有筆 它是半徑的筆子還是直徑的筆子 那可是它為什麼就要 所以是二拍啊 二拍 二阿 二有來乘啊 定義的時候是先第一副半徑 所以我們就把半徑 我猜啦 其實一般來講我們會講DR 有人講D拍啦 我覺得我就怪不得了 第一是直徑 然後我們在用的時候 因為你會發現 是在跟半徑的 我們用半徑來看它的角度 因為其他東西用半徑看比較方便 對 用半徑來看它的幅度的時候 它的那個進步量的時候 變異激溫水 因為直徑是從半徑推的啊 直徑是從半徑推的 不知道什麼先發現的 所以 因為它可能是 對啦 先量的時候 所以有半徑合約 我們不會把眼睛跟半徑去做比較 你想想看喔 在古時候 我說 我現在給你一個 給你一個瓶子 這是圓的 你要量直徑方便 要量半徑方便 直徑 你直覺會量直徑嗎 拿量的出來嗎 啊 原半徑很難量對不對 因為光定原型就不好定啊 直徑也很難量啊 因為你要找到 直徑不會難量啊 直徑不會難量啊 原型是什麼才行 沒有 直徑怎麼量 你們都沒有教過啊 我這有 我這有 它夾起來而已啊 你就 這是一個圓 拿一個平行 這邊弄個指甲 這邊弄個指甲 哦 這樣就可以量直徑啊 直徑很難量 不是啊 這為什麼教法是用切線啊 弄切線 然後 啊就是切線啊 你切線就不好做嘛 我實際上在做的時候 不不不不不不 是弄兩個懸 為什麼 剛才弄兩個懸 然後把他 把他上高 就會上 所以 所以請問 這個東西 你要做兩個懸 再拿槌子線過去嗎 你做有的 我就可以已經把它 把它換成融化一圈 然後 那不方便嘛 我不是拿給你一夾 我就可以量了嗎 哦 是不是 就這樣子 我就 我們實際上經驗 實際上你要生活經驗邪惡 你當然講數學 那是沒有問題 數學是學理的東西 但是如果我們在整個發展中 經驗上往上推 你經驗上在量 這才是一個小的東西 我如果拿一塊錢給你 一塊錢的指甲多少 哦哦 你就畫兩個學 然後就畫出中原心 那再量幾指甲 那是都是 那我剪那個 咔嚓就量好了 咔嚓 就兩個三角板 擺一下就好了 是不是 同不同意 所以直徑是一個很好量的東西 圓周好不好量 圓周好不好量 哪一條線 圓周 圓周 哪一條線 哪一條線 包一下 攤開就是圓周了 對 所以這兩個尺寸都很好量 你量完都會比較 所以就有人聰明 就發現 不管任何一個圓 也比 都是一樣 三個一式 對不對 好 所以拍就出現了 這個鼻子就出現了 鼻子出現之後 發現 我如果定義它腳步的時候 拍的定義腳步的時候 我把它用半徑來定義 比較容易定義 所以後面就把它 這個圓周 假設對應到360度的時候 事實上如果我如果把拍扣掉 把半徑扣掉的話 它實際上要對應的是二拍 所以你就拿二拍當一個圓周 嘿 同學 好 嘿 測試一下 好 這邊的圓周是二拍沒有問題吧 沒有 沒有問題吧 沒有 這邊的圓周 沒有 環境是一 沒有 環境是一 這個圓周長是二拍 有沒有問題 好 這個 這個 這個R可能一站的時候 這個圓周多少 六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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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問題 請問這一段 多長 這邊三十度喔 六分之拍 多少 六分之拍 六分之拍有沒有問題 六分之 因為三十度是幾分之一極的圓 六 六嘛 十二啦 十二對 十二 三十 三百六啦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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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這個長度是幾分之二拍 對 所以等於六分之拍 有問題 沒有 六分之拍齁 好 就這個來講 這一段的長度多 我差 這一段的長度多到 多少 二分之拍 二分之拍 是不是也是十二分之六拍 沒有多少 二分之拍 對 二分之拍 那我們現在是長度喔 對 長度 那你如果把長度 再去除上它的半徑 長度去除上它的半徑 會得到什麼 會得到什麼 也是六分之拍 六分之拍 是不是就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當我把 這個 符長去除掉半徑之後 我得到的都是固定的值 所以這是我們講的進度量的意思 你把這個符長 現在去除掉 所謂的進度量 對 你把這個符長去除掉半徑之後 你就得到一個筆直關係 這個筆直關係 事實上是代表它的角度 代表它的角度 代表它的角度 所以我們現在用角度 我們現在角度 我們現在角度就不用負度量 我們用一個進度量的概念 就是 就是跟圓周有關係的 度量 啊 打錯人了耶 歪了 你在幹嘛 你害紫紅被打的 抱歉 打歪了 等一下要好好學習 然後上上一陣子 你會學活教嗎 好 這樣沒問題 這樣沒問題 好 我們現在知道進度量 我們來思考一個問題 好嗎 好 好 所以我現在有一個圓 有個圓圓 我現在有一個角度 這隻腳都用筆 這叫筆腹量 對 這個腹腸很簡單 很簡單 可是 可是 你先想看喔 他分母咧 不用分母了 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 我現在只不過把這個腳 再乘上這個R 我們剛剛不是講的 你把所有的這個腳印 腳分數 對任何一個圓的無常 去除掉那半徑之後 走到這角度對不對 現在腳它可以 它本身就是已經有分數了 沒有錯 你逆推回來的時候 它可以是12分之1 懂的意思嗎 沒有 360分之3 幾都沒有差 好 這個弧腸是R 這個弧腸是R 這個弧腸是NAR 就要這邊的半徑 這邊的弧腸是NAR 是NAR NAR NAR 所以我們剛剛講 你把這個弧腸出到R 把弧腸出到R 是對應到這個角度 NAR NAR 它就可以是 直接吃一個定值就好 沒有錯 當你這個要進度要好去就發現了 我真的一個圓 記住我們一下看 整個半圓 我把這個弧腸弄 這是一個半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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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個半圓長 這個弧腸多少 弧腸多少 假設這個弧腸是R 我們要看嗎 我們的基因是高度我們叫做R拍 對不對 你看這拍是不是它的角度 我們剛剛講它進度要是一拍 180是拍嗎 一個圓周 一個圓周 多少 二拍啊 你看這角度是不是二拍 這角度是不是二拍 OK 所以現在無常 就等於RT打這件事 能不能容易 容易 容易喔 好 下課 下課了 你別睡了 乖 乖 為什麼是炒死了 等一下我把他灌一下 我把他灌一下 我把他灌一下